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从约翰福音第六章 从41节一直到47节 来看一段耶稣很特别的教训 让我把经文读给各位听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私下议论他 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若不是猜我来的父 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 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 凡听见父之教训 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唯独从上帝来的 他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很清楚这段经文记载 当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来的粮食的时候呢 大家对这句话的了解呢 是非常人本主义 或者由自己的经验去了解的 因为他们认识耶稣啊 他也认识耶稣的爸爸叫做约瑟 他们会用人的思想说 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你怎么会说从天上来呢 耶稣要讲的 当然是有一个更深刻的含义了 所以他接着就讲 那是父差遣来的人 就会认识他 他是从天上来的意思 是父差遣他来的 这个给我们看见 人生的观点是何等的重要 常常我们看事情的观点 到底是正确或者不正确 或者我们看事情的视野或角度 到底是不是正确 就会带来得出的结论 是不是正确了 这群犹太人看耶稣呢 是从地上的观点看 是吗 就是从人间的角度看 他明明是约瑟的儿子 不只我们认识他 连他老爸我都认识 他怎么会从天上来呢 那这个就是人间观点 或者说地上的观点 不过耶稣后来他这样讲 他说其实你们有读过教训的 这些从神来的教训 假如你们读得明白 你就明白我是从天上来的 人的观点也可以修正的 那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修正的方法或者媒介 那就是透过神的话啦 透过在圣经上面所记载的 因为上帝对人的特别启示 是让人看事情的角度 用一个属天的角度来看啊 不再是地上看地上 而是天上看地上 有这个观点 有这个切入点 或者有这个视野的人 就明白耶稣的确是从天上来的 那这种的观点转变必须透过神的话来转变 今天我们一起灵修 目的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 不只是熟悉约翰福音 其实更重要的是从约翰福音 或者其他的圣经内容里面 改变我们看事情的方法 改变我们的观点 不要只从人间的水平面去看 那圣经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面 就给读者们介绍 这位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父亲 差遣来到地上的 当然他就是从天上来的嘛 求主带领不只是当年的犹太人 需要有这个观点转移 今天我们不认识什么人 我们的心灵也要有这个转移 从圣经的角度 重新整理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思想 还有看事情的角度和方法 愿主祝福你 用一个新眼光来看 就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属灵的世界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